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lease not guilty 就是完全没有一条认罪 认为呢 这都是不识之词 而且是现在呢 东区法院已经是把下一次的这个听证会呢 已经延期到了4月4号 所以说呢 目前华为在美国继续遭大这种围堵 而且呢 华为也在用法律的这个手段在进行自我的这种维权 另外一方面呢 中共呢 我接着何先生呢 就是这几天的这个发表的这些非常精准的一些判断 那么就是说华为和这个波音之间的关系呢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天赐的一个良机啊 中共是借势的借力打力 然后就把这个波音公司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呢 波音公司这个它所出售这个飞机的这个三分之一的737 MAX 8型的这个飞机呢 都在中国市场 而且中国是应该说是波音最大的主顾之一 那么中国的航空市场的未来的这种潜力呢 更是让很多的这种航空企业呀 是垂涎三尺 所以说应该这两个事情没有 中间没有一种联系 我想是很难想象的 而且呢 我接着刚才何先生所说的就说 这个川普总统现在呢 和习近平现在也是在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最后阶段呢 是斗智斗勇 而且习近平的本人呢 这种作风很强势 他在国内说过 或者说他的这些这个支持者呢 或者说他这些拍马屁的人呢 给他说到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那么在这句话在国内政治上可以说得到一些验证 这是一块试经事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呢 应该说他也是会这样认为的 就是说你川普曾经跟我说 要跟我做哥们 这个成雄道地的 结果你老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我来一道 那玩意时间长了 那我肯定不干啊 而且习近平他这个人 他也是吃不了亏的人 而且就算是当时咽下这口气 他事后呢 他也得找个茬 把这个这口气给出了 那么这回这个波音事件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是很少在这种业界啊 首先这种全面停飞 在一个调查之前 完成之前就做出全面停飞的这种决定的是很少见的 而中国呢 就是一向这种停飞的这种命令啊 来自这个民航管理部门啊 或者是更高层的这种命令呢 是少之又少 但这一次是一反常态 事件一出来立马就是啊 全面停飞 而且在全世界开了一个头 而且在中国的这种开的头之下 而且中国这个头开的又是有理有力 我这个完全在这个在理论上 在伦理上 在道德上都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就是说我为了维护这个民众的乘客的这种人身安全 那么其他国家呢 也不得不尾随着跟进 那么这当然不是说就一定和中共的这种带头起了一定的 就是必然的联系 但是至少的说明呢 中共这个头开了之后啊 弄得美国很被动 美国一开始呢 是这个波音公司老总 还跟这个川普亲自打电话解释说 哎呀 我这个一定是安全 你放心啊 老人家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这个飞机安全的飞上天落在地上 但是呢 大事不妙 43个国家都已经是做出一种停飞的这种决定 那么美国也只好跟进 那么这次确实是让美国弄的是很被动 有些灰头土脸的 那么说到这个贸易谈判到底是国事访问 还是这种海豁庄园的一番这个卑躬交错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并不重要 但是重要的就是说现在是一种斗智斗勇 习近平是在反手为攻 他用这一招呢 就是说想逼你 你不是川普是很牛气吗 你在这个河内可以拍屁股跟这个金正恩说拜拜 但是你跟我 你门都别想 所以就说呢 我现在不仅不跟你什么海湖庄园了 我就想直接到华盛顿 到白宫吃你的国宴 看能不能吃上 是汉堡包伺候呢还是国宴 我对这个贸易谈判始终比较悲观 我不需要达成或者达不成协议 而是我觉得呢 最终美国的药价太高 你知道吧 这个药价高 反而有这种可乘之机 他觉得你这个药价高呢 我就给你来这个软磨硬泡的 让你是没脾气可挖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到了四月底啊 习近平一定是偷着乐 他把这个时间已经是成功延长了将近半年 所以说现在这个该做的一些布局啊 准备工作啊 也都还有时间去做 那么也就是基本上他的目的达到了 而且这个最终的达成协议 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缩水的版本 它不可能是按照美国这个要求的 尤其是在这种结构性的 包括这种这种国企啊 这种核查机制啊等等 这方面我相信中国没法让步 但是呢 双方呢总还会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最终说明双方打得都不错 这个考试通过啊 最终最终达成协议 我是说我是说不管啊 薛克莱迪扎克尔也好 还是过去的这个多尔拜克利也好 还是这个艾利根一名巴海也好 那么他们这个艾利根一名巴海 还是这个薛克莱迪的学长啊 已经同一个中学毕业的 应该说他们都是傀儡 都是中共的这个所扶持的 所谓这个少数民族干部的傀儡 他们口中所说的 至于上不上百万还是不到百万 这肯定是一个信口雌黄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那天应该说只有两个人放了名牌 一个是陈前国 一个是薛克莱迪扎克尔 那么这个陈前国我们也知道呢 他是给这个习近平立了军令状的 因为之前呢就说新疆每年都会出一些这种各个地区啊 或者说是在这个新疆之外的一些中国内地啊 出一些事情 所以他立了这个所谓这个军令状啊 所以呢我们在之前的 我记得在去年这个中国研究院的一次这个 一次这个对谈当中 我说到我就说认为这个中共啊 和这个在这个尤其在新疆 新疆地区也好 在西藏也好 那么这个存在着一个和这个当地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 就是渊渊相报吧 那么这个存在一种认识的一种误区 就是说现在两者都是要争一个谁是新疆的主人 这个是问题的一个关键我认为 就是说到底是谁开始 包括看到这个萧教授的一些 一些这个网络的一些这种网文也好啊 这种他的文字也好啊 都在就是双方站在不同的立场 再说我就是这块土地的最早的这个这个居民 或者说是我一开始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东西一旦争起来 这就是没完没了 那么所以现在呢 中共的这个对之前的一些做法呢 当然这个马先生刚才所说的 包括上海提前十几年就用了新疆的这个天然气 这都是事实 这个可以说当地的这个少数族裔的确 包括新疆当地的汉人也都跟着是一样的 没有得到多少的实惠 这个实惠都被这个中央的拿走了 那么就说包括我们不知道吗 原来说到这个上海就是 每年给这个北京交多少多少的税啊 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他在这个全国一盘起 所谓这个大一统的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实行这个资源的调汇 他不管当地人的这意见 所以我们认为呢就说在新疆的这个少数族裔的 这种生活的这种困境啊 的确是非常令人同情 至于刚才说到梅辛玉 他所说那都是很浅薄的话 我认为呢新疆的少数族裔 新疆的维吾尔族 大多数的维吾尔族的民众是非常善良 是非常好的这个民众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就说 只要是在新疆有或者有很多朋友的话 都会有这种感觉 他们是能歌善舞 心情就说是心胸是开阔的 他们是乐于享受生活的 他们是乐观的 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就说在一些背后的精神层面的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的 我认为主要的癥结就在于 谁是所谓的这个主人 这个一直是在纠缠不清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安华先生呢 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就说再插两句话 但我心情其实是平静的 为什么是平静的呢 就是刚才就说 可能我对于那些 就是特别是萧教授的一系列的 这样在网络上的一些言行呢 我是比较这个冲动了一些 OK 那么关于刚才 首先要说第一个问题 何先生提到 关于外国记者 以及外国外交官 要去新疆中共邀请等等 这样一个现象 这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 就犹如我们要看 中国所制定的法律是一样 他邀请的是谁呢 古巴的 委内瑞拉 埃及 巴基斯坦 吉尔基斯坦的 等等这些 他援助的国家 没有看到他邀请美国的外交官 德国的外交官 瑞典的外交官 瑞士的外交官 我没有看到这些 真正比人权与公道为基础的 这些国家的外交官 我没有看到 他邀请的全是一些 在帮他助纣为虐的一些 国家的外交官 所以这个东西 不能够作为一种 可以去看 或者是可以去认可的 这个证据 这是第一点 那么关于刚才您提到了 关于到底谁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说他在唐朝时期 就西域都部 那么最后挖了挖 挖了挖了挖 挖了挖了很多年 最后挖出来一块 大概不超过200平米建方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说这里边有曾经考古的一些瓦片 这过去就是西域都部 那么这种东西呢 他不容许国际上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考古去鉴定 去说自己是自己的 包括我们所认识的一位考古方面的一个比较在大家方面 目前也算是中国考古大家告诉我们的话 说那都是政治需要所发现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不做任何的评论 因为是经不住历史考证 那么我们从现状来讲的话 新疆维吾尔人天山南北 一千多万 在解放之前 1949之前有300多万的维吾尔人 这是一个基础数据 当时汉人 汉族人内地的 还有回族等等 这些其他的各种 签过去的民族 总体上没有超过60万 70万人的样子 没有这个概念 那么而现在光汉族人口已经破迁了 和维吾尔人口基本持平 这样的一个现状出现了 那是怎么来的呢 难道是生出来的吗 那都是大量的这样的迁徙过去 农肯兵团的迁徙 五六十年代饥饿逃荒的难民的迁徙 八十年代的迁徙 各种各样的迁徙 我们知道甘肃有一个 中国有一个扶贫的一个基础 叫两西扶贫办 其中有一个就叫甘肃定西 甘肃定西那一块的人 大量扶贫和原将 对 迁到新疆去 到那里去之后 最近的政策是 只要你去一个人给六万块钱 我给你给房子 多少平米的房子 然后什么 没错 这都是一种迁徙 而且当时中共的央视 也都有这种报道 这是一个真实的 那么韩最近发生的一个更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在新疆 汉族人如果想在新疆把户口迁到内地 那么他是难上迁来 别登天都难 别他去获得美国签证都难 而现在什么呢 少数民族只要是你想往内地迁 立马办理 这是一种什么呢 很多人都在讲 逼得很多少数民族的精英 有钱人才能迁得走 没钱的人谁能迁得走 没有进去的等等这些都在把户口向外 这和世界造成一个未来的人口的一个比例 而这种方式以政治方式 或者以占有土地的时候 为目的的这种真正的现代版的这种殖民思想 或者殖民的政策 要达到这种目的 当然人类有权在地球生存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是一个文明的世界 我们是一个宗重他人 基本私有财产的一个世界 而不是说我人比你多 我力量比你强 我就可以没有道友 我就可以强加于你 我就可以污蔑你 我就可以占有你的家园 这是法西斯的行径 这个行径是法西斯的行径 是毫无疑问的 在2015年中国在北京 进行反法西斯胜利 就是中年的这样的一个阅兵仪式的时候 我正好在新疆 我在新疆那一段时间 也是我最后一次在南疆 去看望我南疆的朋友们 那个时候人们都不敢说话 人们都已经开始提心吊胆和害怕 而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的新疆没有人敢打电话给那里 我们不敢打电话 因为我们的电话号码会显示是境外打的 如果是只要是接到一个电话 就会被抓起来 我这几年听到的最好的一个消息是 去年12月份 我一个朋友的儿子 因为在国内下载了WhatsApp 想和他在国外的父母联系 而被立马抓了起来 抓起来之后关了16个月 而这个孩子最近就是12月份刚刚放出来 这是我这几年当中听到最好的消息 还有我听到我的一个亲戚放出来之后 精神分裂 他也做了14个月的监狱 最后就精神分裂 他的父亲 我的一个堂哥也是惨遭不测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拿什么去做证 他们不让出来不能够离江 任何时候24小时必须报告他们生活在哪里 人们在哪 这就是现在的新疆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现状 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看见 OK 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看见 而我不会相信他的心没有看见 我相信他的眼睛 如果你让我相信他的心也没有看见 那么我相信 他不是你生活在21世的经历 谢谢